这里就是亚欧分界线 环球自驾旅行 我们终于进入欧洲了 大家好 我是小多 我是宁儿 开着蓝牌汽车 从湖南出发 行驶了快一万公里 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 欧洲的机女位置 看我身后 这里就是亚洲 这边就是欧洲了 现在就是一脚跨两洲 这边就是亚洲啊 这边就是欧洲了 从这里 你看 这就是亚欧的一个分界线 看看 这一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从小长这么大 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 能进入欧洲的机女位置啊 而且还开着蓝牌汽车 一路真的是 想过很多次想放弃啊 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你看 接下来还有四千多公里就进入北极圈 到达北极 看到北冰阳 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啊 希望我们能够挑战成功吧 刚开始说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啊 有很多朋友的质疑甚至谩骂 你看 我们走过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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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的手机时间 核杂国内的时间已经相差五个小时了 刚刚在那边的时候才相差三个小时啊 一来到这里相差五个小时 现在是晚上九点二十三分 你看天还这么亮 因为我们约往北极圈走 就全程不天黑了 到时候 你看 这里看到了一朵花啊 广州市 你看 庆祝中国广州市与叶卡捷琳宝 街友好城市关系十周年 这边这边这是广州市人民政府镇的 2012年九月镇的 哦 2012年 还来自我们中国啊 太骄傲了啊 点赞 点赞 真的要点赞啊 这是我们私家旅行这么多年啊 走得最远的一个地方了 看 刚刚手机翻译了 我身后的这棵树 就是亚欧分界线上面的一棵幸福之树 祝大家都幸福 快乐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通往欧洲的路牌啊 还 剩余多少公里 这个就是法国的马赛市 还有五千零七十六公里啊 安拉巴 四千九百公里 苏林 三千二百多公里啊 上面这个就是 巴黎啊 还有四千五百四十六公里 离我们的 目的地啊 北极圈 也还有四千多公里 加油 加油 这个就是我们的车 也是我们旅行路上的家啊 这应该是我们长这么大啊 当过最远的一个秋天了 哈哈 已经找到了一个录音地啊 这个录音地非常的安静 你看 现在就准备随便做点吃的啊 你看 饿了 太感谢了送到这个草莓啊 是我们中国的燕窝粥 对燕窝粥 那是鸡蛋糕的 巴西巴啊 我们一起拍照片 好好好 对 耶 茄子 好好好 就这样做饭的啊 因为没有多少煤气了 还好这个车里有个柴油灶 好 饭已经吃完了 然后还有这么多没吃完的 你看 没想吃 现在是继续感动 还是就在这里睡觉啊 继续往前走吧 还早呢 对对对还早 天都还没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看看这边的风景啊 大家记得点个赞呢 无人机 起飞 我怕你 这样子 就在这里睡觉 我怕你 我怕你